在台北海道的小鎮 和文化的大學 在台北海道的小鎮 那我剛來的時候 我對這個小鎮也覺得很陌生 但是它很自然,我很喜歡 就是當地的居民 大部分都會都是講合語 英語懂得不多 但是他們都很友善 維密爾這個美術館 我很早就知道 但是我一直沒有特務 我幾次在學校的圖書館 就看到這本書 我就把它買回來看 這當成是我對維密爾的初步認識 它有運用到一些光線的捕捉 還有色彩的鮮艷 像這幅是我裡面 我第一次看到它的畫的時候 我最喜歡的是這一幅 很能表現荷蘭女人的那種 艱苦耐勞的精神 它的穿著 而且你注意看它的採光 絕對是從窗戶這樣透過來 那畫畫裡面 如果你能夠運用光線跟色彩 你就會讓這幅畫變得很生動 那不像它的另外有個畫家 他喜歡用很灰黑的顏色 然後呢來表現 那所以我覺得它的畫給我看的感覺是沒有壓力 很自然 我覺得它這邊其實蠻發覺一些就是維密爾 就是生活在台福特的一些就是細節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的新聞是它要放了很多原料 就是它有把維密使用的一些常用的一些原料 然後把它mark起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當時維密也是直接抹石頭 然後做那個粉然後再去做畫 所以它的特質就是它都是平民百姓的刻畫 對生活中的刻畫 然後我覺得最棒的是 就是它很多其實很多荷蘭畫家就是在更早以前 因為荷蘭人其實長得還蠻特別 就是骨頭裡面特別高 然後你就會看到很多畫家把這個部分強調得非常的明顯 然後上午來這邊的時候發現 老師長得真的很像畫裡面的人 然後來這邊的時候也發現 他的確把這樣荷蘭女生的特質 會以更柔和的方式去展現他們那種就是無關的特色 是一個很適合的 就是一個很適合的